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搶下首勝的中華隊 第二戰強碰委內瑞拉 派出楊佳班成員張毅 掛帥先發要拼二連勝 儘管是第一次跟拉丁美洲打者交手 但上週就知道要丟委內瑞拉的張毅 也已經做好準備 我看中南美洲情收的話 他們是比較積極的揮棒 就會鎖定球的話 一來就會打 對策的話 因為他們喜歡打直球不是嗎 用素插來跟他們 搞的就玩他們吧 不是不是不是挑釁啊 我們只是考慮說 第一場是要有誰 第二場要有誰 本來一二號就是他們兩個 只是誰投第一場 誰投第二場 因為今天是張毅 張毅是球空比較像日本 所以今天的步驟就換小胖 到日本念書打球 已經有十年 日文比中文好 在這裡幫他澄清一下 玩呢是指周旋的意思 希望大家別誤會他啦 十二強對上委內瑞拉 是張毅國際賽初登板 在自家台灣比賽 滿場應援讓他好期待 張毅這次面對和日職完整的 是以國家的身分來去為國家 為國家來比賽這樣子 所以就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會有 可是投球球上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緊張 緊張是會有的 可是不會說什麼緊張 亢奮之類會想都不會 就以平常心來丟了 張毅這次面對和日職完全不同風格的打者 尤其委內瑞拉首戰對決強權日本 全場敲出實質安打更一度取得領先 強悍的進攻活力 中華隊一定得小心尾傷 未來體育新聞吳俊奎鎮藥方 台中採訪報導 中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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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隊